港股方面跌幅似乎比A股多些少 恒指中午收报28595点跌517点跌1.8%左右 国企指数跌234点跌幅超过2% 中午收报有1282点 大事本人成交599亿多 请Michelle和我们谈谈 Michelle 你好 你好 梓棠 先讲一下大市 外围股市急挫 港股今天有一个显著的沽压 后市怎么看呢 今周有很多浪人股出业职 可否都撑一撑市 不要再跌那么多 其实我觉得后市的看法 美股方面相对比港股来说 是悲观少少的 比如说现在出现了长短年期的过债息率的倒挂 大家其实都担心经济衰退风险 加上欧洲方面的经济数据也真的比较差 但这件事对港股影响 实际上是有的 你见今早回来低开 差不多六百多点 六百点的日子都已经是一个反应 但是你说港股现在 你见到下午回来的跌幅 其实相对今早开始的时候收窄了 你说是否都是A股方面的带动 我觉得这个因素是在的 包括你说上星期五出了一些科创版的消息之后 其实你见到A股今天 虽然说五间 就是临收市之前 可能市会翻跌 但是你说会不会真的 可以给港股有支持的动力 令它相对比美股来说 可能稳阵翻跌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至于你说今个星期 还有很多业绩出 包括中资金融股 其实由已经公布了的一些数据来看 不算有一些特别大的惊喜 甚至你说招行前出了业绩 相对来说 你看到一些指标有改善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会觉得已经是预料之中 始终对于中资金融股的人 就是担忧仍在这的情况之下 未必真的对市有一个特别大的支持的作用 但是都可以刚才说 你说会不会在A股科创版的消息之下 可以推到市 相对起其他股市的港股 会走得好一点 短线你见到今天 其实低开的时候 都试过3月头 3月8日11日左右的 那个裂口的一个顶部位置 相对来说 这个裂口的位置 其实今天来说 已经是我觉得是补过的 短线 坦白说 会否行之 可以有机会 向上修补裂口 目前来说的走势图 都未算是一个非常差的走势 如果短线修补裂口 即使阻力到28,800这些位置 我对后市看法依然是正面乐观的 暂时短线支持 看250天线 左近28,200点 这些位置 说完大市 又说个别股份 瑞星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蓝丑之中 今天都升到大约是半成 唯一一只有升幅 上午有升幅的一只蓝丑 但是看它的份业绩 其实不是很帅 没有什么基本因素支持之下 你看股价的升势 可否继续延持呢 我自己觉得 今天看到有些大行对他看法 其实说叫买 其实我觉得买不行 但要做就快了 因为自己对后市 中长线来说 前景不算看得特别好 你说短暂会不会因为 或者看到过去公布的业绩 看到第四季的表现 在毛利率方面 的确是有一个超乎大家预期的现象 加上按摩的表现 毛利率是有一个见得回升的迹象 但之前也知道 大家在前一段时间 已经公布了一季度 整个一季度的刑警 很难预料 Q1来说 会有一个超乎其的表现 毛利率 可否保持有见得回升的情况 这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 另外升那么多 可能除了说到业绩毛利之外 在投资者会议上 其实整个管理系统都在不断强调 之后可能交代了Android方面的客户的佔比 其实你见到现在 虽然大陆方面 都是以Android经营为主 虽然手机销量未必买得特别好 但很多的厂商都推出新机 新的features去吸引客户 包括一些曲绵屏 5G特点 你说会不会有机会 可以令到瑞星在这方面 有个受惠的情况 有机会的 但是你说毛利率可否因此提升 这一样东西 大家会对它有个预期 但我会看得比较谨慎 只不过你说出货量 我觉得有机会是因为这一层 你说会不会因为推些心机 可以有一个保持的情况 有机会 所以你说现在 虽然中长线的毛利变数 都很大 但是目前股值 你见好它今天就算升 其实都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 短线再反弹多一层 不出奇 但我不会说真的特别多 去到大概53-53-54元 这些位置 都已经算是短线来说的一个目标价 所以目前来说 49元 一成或者不够一成的位置 看看投资者自己的取向 好啊 除了瑞星之外 都讲一讲油股 三桶油都跌大约3% 油价持续回落 上周五的油价再跌大约2% 其实现在油股都出了业绩 但都不看这个因素 如果看外围的话 油价的前景又怎样看呢 其实我觉得油价 你说真的之后 那个跌的可能性 相对来说 都还是大一点 最主要都是经济数据差 你看到之前出了一些欧洲方面 制造业数据相对都不是很好 大家对于环球经济衰退的担忧 的确是比较大的 而另外一件事 你说中美贸易战方面 大家都在说 会不会是中美贸易战 如果到时真的不能谈的情况之下 对于全球的一个经济环境 会有一个雪上加上的情况 这是有的一个可能性 这是第一个解到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过去几年 美国的盐岩油的产量 其实上升了很多 如果国内的一些练油厂 一直都处于高负荷运作的一个状态 因为之前中美贸易战 可能对于中国的一个原油出口 已经减少了 油就运到欧洲的地方 现在欧洲经济数据差的情况之下 需求减退 必须去消化这些多余的原油出口 所以如果迟些贸易战有得谈 可以增加对于中国几个原油出口的占比 油价有机会可以升到 但短线这一件事 暂时未见到一个非常明朗的因素 还有之前大家对于美国的利率倒挂这个问题 对于美联储挂钢息的预期 其实又是增加了 现在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的时候 对于风险资产偏好下降 所以短线来说 对于油价仍是有一个下行的压力 刚刚志龙也说到 三份油股业绩都已经出力了 三份来说 相对做得最好 始终仍是803个人海油方面 各项指标包括成本 或者它的一些储备率 其实指标来说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 但始终它又真的对油价 敏感度真的比较大 所以现在就算它自己的基本因素没什么事 都真的会受累油价下跌的因素 所以你说油股 包括你说803之前那段时间 收到差不多14元以上这些位置 真的过贵了 所以其实现在这些位置 你真的不会再建议买入 甚至如果你说够胆的 你去到差不多上到14元这些位置 配一配它都可以 好啊 这次就和Michelle聊到这里 Michelle有没有持有 上水头有没有股份 没有持有的 好啊 谢谢Michelle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直播 还车 稍后回来再见